政府上星期公布 七月份本地樓價指數年升四個月 繼續創新高 當中以細價樓的升幅比較大 今時今日 二百萬樓下的上車盤幾乎絕跡 三百萬以下的樓盤 亦都是買少見少 年輕人想買樓 還可以在哪裡找上車盤呢? 想做業主又要預備多少錢才夠呢? 這間沒有 這間沒有 這間都沒有 在紅磡這一區 我們找了十幾間代理 才看到有幾個三百萬樓下的上車盤 不過今時今日 還想在市區找到這些盤 真是不容易 在港島區 只剩下少量樓齡較大的樓盤 九龍區就好一點 屋遠的話 位於大角咀的大同新村 和赴東南新村都還有些選擇 不過樓齡也有三、四十年 想要新一點的都不是說沒有 除了碰碰運氣 還可能要包容多一點 好像輪近紅磡火車站的 單堂樓低層開放式單位一樣 業主趁兩年的SSD 機鬆綁放壽 叫價二百八十萬 樓齡只有兩年多 不過單位就很迷你 實用面積只有185平方尺 一入屋就一硬件 廚房只能夠容納一個人的身位 甚至一個廳連房 量一下 也有六尺半 剛好可以放到一張梳化床 但是想說放多一張桌也有點難度 單位有兩個樓台 不過景觀就沒什麼了 因為這裡隔條街就是殯儀館 附近有不少長生店和花店感 還不時有些燒衣的灰飄上來 住戶可能要長期生窗 最近樓市在一手樓大動之下 再度升溫 根據政府的數據 7月份整體樓價再創新高 當中細價樓備受追捧 頭七個月的價格升幅 跑贏整體樓市 有地產代理說 近期細價樓的用家需求越來越大 有很多原本租開樓的 因為租金太貴都紛紛入市 但是這一類的上車盤的盤員就不多 在市區更加是買少見少 絕跡就不敢說 但是絕無僅有 再有樓盤都會很少量很少量 如果我們看到市區 300萬樓下的樓盤 其實就是很少的 佔那個數量 如果樓價再升的話 我相信接下來 都在市區運到300萬以下的樓 機會的程度都不大 如果想住得鬆動一點 都不是說不行 不過就要遠一點 去到屯門 天水圍等的新界西北地區 就有多些選擇 這個位於屯門碼頭的屋苑 300萬以下的樓盤都還有十幾個 好似這個叫價299萬的高層量房單位 樓齡大概20年 實用面積三百二十六平方尺 間隔都挺視證 周圍的環境都算不錯 不過交通就不太方便了 出去市區起碼要一個小時 那區的代理貨 20年來都未見過盤原那麼少 我們很多次要兩個鎖匙櫃才可以應付到 現在這裡有一層 其實有幾層 我們有幾層打開 但後面當然沒有 根據他們的統計 區內300萬以下的細價盤放盤量 自至今個月初 只剩下大概300個 較三年前樓市辣椒實施之前 大幅減少超過八成 他說業主的持負能力高 買家又肯追加入市 他拿200萬以下的盤只剩下幾個 技術上算是已經絕跡 他預期300萬以下的上車盤 可能在半年之內都會剩下幾十個 我們的壓力是源於外區 我們看到外區很多買家是進來 因為外區已經沒有300萬以下的樓 而我們屯門還有 因為這個壓力 所以我自己用經驗去評估 我是擔心半年來會出現絕跡 如果趕著買樓自住的年輕人 仍然想在這個時候入市 究竟要預多少錢 舉例一對年輕夫婦 兩個人每月收入合共是三萬五千元 想買一個三百萬的物業上車 首期三成即是九十萬 律師費大概一萬元 經紀佣金佔樓價的百分之一 即是三萬元 人花稅四萬五千元 最基本的消費接近一百萬 如果買的不是新樓 要搬進去住、裝修、買家具 難免又要洗一筆 上車費用一百二十萬 似乎不少得 要上得乘車 要預留價的四成 當然如果按多過七成 上車要支付的費用自然會少些 不過每個月的供款自然要給多些 假設向銀行借二百幾十萬 按揭利率是最優惠利率 減3.1厘 實際按揭利率目前是2.15厘 工二十年 每月的供款大概是一萬零八百元 不過做業主並不是每個月準時供樓便行 除了每個月按揭公款一萬零八百元之外 還要給管理費、猜響和地租、水、電、煤、上網費用 和火險費等等 還有藥果量零高 每個月應該儲起一千元做維修儲備 總開支要預近賣五元 有理財顧問就建議市民置業之後 應該每個月儲定一筆錢 預現時的按釋上條冷治三離 以應付日後加息之用 好處是甚麼呢 就是如果做了這個儲備 我由現在開始去到加多兩年息 我都不怕 因為我本身來說已經是每個月撥了這個數字 將來如果真的加多兩年息之後 開支慢慢再加稅的時候 你還可以延遲一段時間 他亦都建議按揭的貸款年期不要太長 20年就較為適合 這個不幸運 如果你將供款期間 不要說換樓買樓那麼理想 供款期間可能經濟調節不好 或者收入少了 或者家庭的轉變 你需要不要每月供款 你將20年樓延期到25年或者30年 其實基本上你都可以有個走站位 如果你借到30年或者25年 基本上你就是很困難的 梁里忠說 若果用來自住 樓價的升跌不需要太過在意 首期盡可能給多一點 那就沒有那麼容易變成負資產 上車盤的樓價升勢零厲 有地產代理說 今年還有機會升多兩至三個百分點 不過若果不是趕著用 可以給點耐性等等 因為明年的私樓落成略有近一萬三千個 就算你沒有實際影響 心裂也會有影響 肯定有些投資者會放回去 手頭持有的物業 令到市場的供應增加 如果你是加息再加上 如果香港經濟環境有變化 樓價是有機會下跌的 市場預期 年底之前 發展商還會推出多個新盤 涉及的單位有四五千個 相信會對樓價造成一定壓力 而美國何時開始加息 加幅有多大 亦都是一個不明朗因素 想上車的人士要仔細考慮 加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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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幟